GPT4 新增图像辨识功能 我们意思的是什么? 《纽约卫多次》 展示了一张饭机设计 Chad GPT 先前版本只能读取文字指令 但新版可以根据资料库的分类辨识图片的差异 还可以进一步在理解后用文字叙述图片 比方说有国外网友拿了一张迷音图 问AI机器人这张图笑点在哪 GPT4 不但一一解析照片内容 还解释了迷音笑点 他回答这张图的幽默之处 来自那个又大又笨 已经过时的VGA街头 竟然接在一只 现代的智慧型手机上 由此可以看出GPT-4 似乎还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幽默感 而这样的图像辨识技术 也将被扩大运用到其他领域 露西在她17岁时丧失势力 但在科技的帮忙下 GPT可以当她的眼睛 食物有没有过期 她也能作答 视像人士专用的APP Be My Eye 在过去是透过拨打电话 请他人帮忙 不过最近Be My Eye 结合了最新版的ChatGPT 让市场人士打开手机镜头 在AI机器人帮助下 就能获得协助 虽然还在测试阶段 但预期很快 就能正式提供服务 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更是表示 GPT是1980年代以来 最具革命性的科技进步 虽然ChatGPT 拥有许多亮点 但现在也被爆出 安全有漏洞 有部分国外网友反映 他的ChatGPT历史栏目 出现了不是自己的聊天记录 所以他提醒大家 如果有在使用ChatGPT 要小心自己的聊天内容 有被外泄的风险 东森新闻 黄信息 韩若宜报道